你们有没有偷偷幻想过 如果自己出生在一个非常非常顶的顶号之家 生来就有很多很多很多特权 人生剧本可以有多么多么多么不积和自由 如果有机会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中 不知道你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女性 如果是我 还真想做一个大女主 特别不正确的那种 啊 我竟然把这句话射出了口 三年前我给大家介绍过《继承之战》 这部异军突起的美剧 他用他独特的黑色幽默 讲述了一个奇葩鼎豪家族中的继承权争夺战 被誉为继《Sex and City》 欲望都市之后最精彩的时装剧 当年我们说这部剧的时候 老前锋还没有像现在这样风靡全网 近射锋更只是一个传说 连大女主这三个字都还芳心为爱 而随着最终记的播出 在豆瓣乍一眼的9.5分哄脱下 在全球媒体扑天盖地的剧情解读和人物分析中 我却越来越迷上了剧中一个既是清流 也堪称泥石流的女性角色 Shiven Royal 大家习惯叫她Shiro Royal 美国人喜欢把鼎豪家族中的女儿们 归纳为一种类型 作为媒体帝国鼎豪家族中的唯一女战士 Shiro可以说是Power Bitch 在荧幕上的最佳代表 她有一系列无法被优点或是缺点粗暴归纳的特点 她精于算计 走一步想三步 和她老爸一样煽动全谋 她操纵人心 追求老公娶她图钱 她也玩弄她于鼓掌之间 她杀伐决断 欲擒故纵两面三刀 为了目标谁都可牺牲 她谎话连天 继承家族特色弘扬全剧传统 说过的话绝不算数 她心比天高 职业生涯只干过两件事 培养美国总统争夺家族头牌 她绝不算数 但是想路就路 与生俱来的自信 挺拔的身段 堪称人间最丰满的衣服架子 总之一句话 她的衣品当之无愧 人品让人羞愧 当女性偶像绝对不配 但即便如此 也不过是现实中大多数二法男的同类 那么《寄神之战》这部美剧 是如何塑造出Shiroi 这样一个让人耳目一新 看完彩碎玻璃星 让无数网友疯狂动心的 Power Bitch形象呢 结尾我们会来比较一下 作为一部灵感曲自莫多克家族的美剧 Shiroi和现实中莫多克的女儿 Elizabeth Murder 有哪些相似之处 以及这个剧 给莫多克家族引发了哪些不识 看来你可能会惊叹 原来生来有钱 也有可能是个悲剧 成为Power Bitch第一部 穿上盔甲 这是第一季中 还有利于家族权力斗争之外的Shiroi 这是第三季中 登上家族企业总裁宝座的Shiroi 这是全剧最重要的一次角色造型变身 直接把Shiroi 拱入了荧幕中最经典的时尚偶像阵营 时尚摄影师Bill Cunningham 曾说过这么一句经典名言 Fashion is the armor to survive the reality 时尚是我们存活于现实中的盔甲 而Shift身上穿的 正是顶配版盔甲 第一季中的Shift 还在家族之外 经营自己的政治顾问事业 内身完全没有型的花毛衣 加长风衣 加棒球帽 再到一系列松滑随性的真丝衬衫 休闲到漫不惊心 之后随着Shift加入继承权争夺战的野性苏醒 它的造型立马也苏醒过来 首先波浪卷长发 换成了犀利的直发波波头 这款完美到必须由Tony老师 每天早上来你家洗剑吹拉的Powercut发型 童年也出现在了访问哥伦比亚时期的 特朗普女儿Ivanka Trump头上 网友们总结道 但凡出现波波头 必有女性要出头 除此之外 第一季中宽松休闲的花式毛衣和衬衫 在Shift Roy的权力意识觉醒后 也全都换成了色彩低调 面料奢华 剪才能杀人的高领衫 衬衫西装 高药裤 品牌也从第一季的Theory 变成了Max Merah The Roe Raf Lauren Brunello Cuccinelli Bottega Veneta 等一系列从不轻易展现logo的奢侈品牌 虽然从始至终 Shift对时尚是一贯的漫步进行 但是各大时尚媒体却纷纷把Shift Roy的穿着 分为时尚范本 引领了接下来一系列的老前锋 和近射锋的回潮 片中Shift的盔甲战袍中 我最喜欢的几套 一身黑色高领衫搭配高腰阔的裤 又或者是如法袍着的另一身 白色高领衫搭配黑色高腰裤 两套造型都搭配了精致小巧的球形挂坠 造型这些简直是换汤不换药啊 还有这一身黑丝衬衫搭配黑色高腰裤 也是质感和力量的完美结合体 可以说Shift Roy以一技之力 在时尚拳重新掀起了高腰裤风潮 随着Shift逐渐靠近权力中央 她开始习惯了这种硬朗且非常有气势的服装剪裁 女性化的元素逐渐减少 彻底完成了像PowerBitch的华丽转身 成为PowerBitch第二步 never lose composure 导人不导家子 有关Shift Roy这个角色 国外博主曾经做过大量全方位的解读 分析为什么Shift看上去显得这么有钱 有人说衣服不是最重要的 永远昂首挺胸的体态管理才是老钱的标志 是不是老钱标志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她这昂首挺胸的姿态 确实让她看起来影很大 虽然她大多数时候其实是狠狠被捶的那个 令人甚至有点心疼的是 即使在被伤口上疯狂撒盐的时刻 Shift也是毫不动摇她那骄傲的姿态 比如这段Shift和她的最绪老公Tom 刀刀剑雪的吵架名场面 I think you are incapable of love And I think you are maybe not A good person to have children Well that's not very nice to say is it I'm sorry I have given you endless approval And it doesn't fill you up because you're broken I don't like you I don't 和丈夫在阳台上绝世大吵之后 对方已然只剩最后一滴血时 Shift仍然有心理做一个深呼吸 抚拼一惊转身离开 临走时还挂上那个轻蔑的微笑 当然虽然Power Bitch 大多数时候都能撑住自己的架子 但人在江湖走 谁能不摔跤呢 成为Power Bitch 第三部 Be wonderfully flawed 六亲不认 悲剧上身 继承这部美剧 之所以近年来 被各大主流媒体封身 把金球奖爱美奖拿到手软 我认为除了他音乐精识害俗 服装考据不俗 摄影毫无套路 胎丝棒到想哭以外 这部剧最成功的 还在于他塑造的人物 并态决定 反转醍醐灌顶 编剧一嗨到底 人性深不见底 主流媒体形容他用的最多的一个词 就是 莎士比亚悲剧美学 那么要说Shift这个角色的悲剧性 必须先说他的Beach性 Power Bitch除了Power 当然还有Beach了 Shift绝对是个狠人 狠在他六亲不认 比如他为了自己的事业 帮助他老爸的死对头 竞选总统 还挖出自家企业的 惊天丑闻 做投名状 比如他为了赢得筹码 竟然在众目睽睽的家族会议上 提名自己老公去背锅进监狱 再比如大截局中 让所有人跌掉下巴的反转 当我们这些纯情观众们 都在期待一家三兄妹 送中老爸之后 齐心协力 重振家族事业的爽聚大截局时 结果Shift临阵倒戈 被刺清歌 把家族企业拱手卖给了外人 眼睁睁地看着背叛了他的老公 坐上了他自己曾经梦寐以求的头发交椅 然后就如同这个剧的导演 Mark Milo的所说 我最喜欢这个剧的一点 就是所有你看着惊悚和意外的剧情 当你回过头来看时 都是再合理不过的 因为悲剧性的剧本 已经暗藏在了主角们悲剧的个性中 Shift之所以无法信任任何人 也无法获得任何人的信任 是因为他像家族里每个孩子一样 在他们老爸PUA你 然后看你爬过来求我的游戏规则下 Do wonderfully thought 病得绝绝子 看这部美剧的过程中 你会产生一种奇怪的罪恶感 家族里的每个孩子 都傲慢 刻薄 触耳反耳 然而你却非常不应该地 喜欢上了这些角色 除了掺杂了一点我们没钱人 对有钱人的同情和怜悯以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谁不喜欢有缺陷的人呢 一家的兄弟中 大哥Connor奇葩而疏离 二哥Kendo懦弱而内耗 小弟Roman自卑而敏感 而Shif则是外表一层又一层的冷酷无情 加上内在一层又一层的不安全感 这种不安全感随数可见 无论是在他故意压低的像男性一样的嗓音里 还是在他各种交叉双臂的自我防御姿势中 又或者是在他一坦感情必夺闪的眼神中 你说像Shif这样 在鼎豪家族里成长起来的大女主 怎么还会有不安全感呢 片中的几段对话 可以说非常写实的 展现了Power Bitch的真实处境 事实上到最后一集大反转之前 Shif已经成为了其中最悲剧的角色 被父母兄弟丈夫不断欺骗 一一背叛 老爸忽悠他 为了利用他 给他开空头支票 老妈憎恨他 说恨不得从来没有过这个女人 兄弟背叛他 联手把他边缘化 Can Pinky dance Can Pinky dance Candle说的Pinky 小法 其实也是剧中老爸 对Shif一贯的昵称 Thank you Pinky Go on Pinky是几十年前 美国的一部 以两只兔子为主角的动画片中 一只善良 但智商不高的兔子 虽然是昵称 但细品 总有点傻白甜的味道 而Shif的悲剧性正是来自于此 明明业无能力 在两个废柴兄弟之上 却还是被当作Pinky 而这其实也是当下 即便是顶级商业世界中 女性的真实处境 我依旧记得过去一位 已经进阶到 全球顶级高管的女老板 曾经和我描述过 她参加高层会议时 找不到女厕所的尴尬 最后 让我们一起再来欣赏一下 这部 我今年来最爱的美剧 的最后一幕 最终 坐上了家族企业 头把交易的 最续Tom 终于在和Shif的关系中 反客为主 你们看这个镜头的巧妙布局 他在前 Shif在后 而他以王者的姿态 向Shif伸出了结盟的手 Shif接受了这个邀请 然而表情凝重 望向窗外 而当我们仔细看这一幕 也能发现 Tom的手 也只是虚无 这一刻 写尽了 爱的缺失 权力的虚幻 心机的枉然 Shif Roy 一个在权力的世界里 死死抓住选择权的女战士 最终 在两个悲剧中 选择了其中一个 成就了一个 Power Bitch角色的命运 也成就了 《继承之战》这部美剧 最后的重音 一个藏在黑色幽默 和愤世嫉俗的外表下 直面人性的黑暗 绝不像爽剧妥协的 莎士比亚 悲剧美学 那么现实中的 莫德克家族二女儿 Elizabeth Murdoch 到底和Shif Roy 有多少相似之处呢 扮演剧中 父亲角色的演员 Brian Cox 在采访时曾透露过一次 他在伦敦家附近 喝咖啡时的奇遇 一位男士上来恭维他 在剧里演得好 对于这样的夸奖 他早已习以为常了 原来真正让他震惊的 是这位男士 接下来说的话 他说 这位男士为妻 我说 为什么 他说 我的妻子是Elizabeth Murdoch 我说 哦 他说 你知不知道 这家庭不是真的 不关于你的家庭 我说 可见这部剧还是有那么一点点触动到了Elizabeth的伤口的 那么Elizabeth Murdoch和Shif Roy到底有哪些相似之处呢 首先 Elizabeth 也曾经被媒体称作是他父亲最宠爱的孩子之一 也是最有可能接替他位置的继承者 其次 他和Shif一样 最初也想追求一份 独立于家族媒体帝国之外的事业 于是26岁时 他和他的第一任丈夫 买下了加利福尼亚的两个NBC附属电视台 当然也是他父亲帮忙安排的银行贷款 除此之外 Elizabeth最后也进入了家族企业 但和距离Shif的遭遇一样 他无法获得公司高管门的尊重 而是被当作管理培训生来对待 而当最高职位空缺时 莫多克也没有让自己的女儿接班 不过Elizabeth的命运 貌似不如Shif悲剧 好歹她后来还是创立了自己的制作公司 并最终卖给了她的父亲 好了同学们 本期点赞过万 咱们就单开视频再讲一期 莫多克家族的支援版继承之战 简直是比距离演得还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